弟兄姐妹,下面让我们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欢喜快乐的大日子 齐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来颂赞你对我们无尽的爱和赦罪的恩典 求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 让我们深深地体会耶稣降生的奇迹 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一同分享 天使的快乐,牧人的欢喜 怀着感恩的心,来歌颂赞美你 天使歌唱 天使天群高声唱 歌声美妙传四方 四周高山不回响,为银鹅的唱歌 以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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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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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代替了我们的罪 献上了你自己 感谢主耶稣 感谢你为我们带来平安与幸福 正是因着你尝阔高深的爱 我们才有机会 在你的殿中庆祝圣诞节 荣耀归于至高深 阿们 耶稣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 从天上为你将神 小小马到铃 耶稣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 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 耶稣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 带给你我的嘴上 他自己 耶稣他爱你 叮叮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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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声多响亮 他给我们带来幸福 大家喜洋洋 他给我们带来幸福 大家喜洋洋 让我们一切关心 让我们一起掌声 耶稣他爱你 耶稣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 从天上为你将神 小小马到铃 耶稣他爱你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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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hatch 他愿意你的最先上他自己 耶稣他爱你 所以有圣诞节 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 所以唱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小亮 你看他跳舞迷风 双脸融多我自相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小亮 他给我们带来幸福 大家一起摇摇 唱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小亮 你看他跳舞迷风 双脸融多我自相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小亮 他给我们带来幸福 大家喜羊羊 他给我们带来幸福 大家喜羊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沿着他的降生 我们从罪人变成新造的人 沿着他的降生 我们无望的人生变得有盼望 沿着他的降生 我们就算在愁苦的日子里 也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我们要赞美你 让我们一起 在今天这个圣洁的节日里 再一次来享受 这属天的平安 平安夜 圣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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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烧天真 今香天子来年 今香天子来年 平安年 生山也 无恙人 在光年 忽然开见了 天上光滑 听见天君唱 哈利路亚 救出几家 生 救出几家教授 平安月 生山也 神自来 光照见 救赎红安定 黎明来到 神荣发出来 荣光呼召 耶稣 耶稣 我 救出几家 耶稣 我 救出几家 圣 亲爱的天父 神父的关系 成为神的儿女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啊 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 孩子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 无论这一年经历了多少心酸 此刻 孩子心里又充满了盼望 相信自己已经开始进入丰盛的人生 请求天父 你帮助我们 以耶稣为榜样 无论何时何地 都传扬你的福音 拯救失丧的灵魂 帮助我们以耶稣为榜样 过圣洁的生活 渴慕你的真理 靠信心而活 顺服圣灵的教导 随时行出你要我们去行的事 每一天都欢喜快乐地活在你的爱里 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伍雅君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圣诞快乐 这个日子我们会彼此祝福圣诞快乐 我这个 好 那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日子 我们要想到为什么会有圣诞节啊 刚刚诗歌也唱了 耶稣他爱你 所以有圣诞节 也正是因为上帝的爱 所以耶稣他为爱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而我们呢也感恩欢心救主耶稣为我们而降生 所以圣诞节的日子我们彼此祝福圣诞快乐 但我们更要知道这个快乐不是人为营造出来的 不是我们为了有一个欢庆的日子而早来的一个节日 而是因为耶稣他为爱而生为爱而来 那当我们说圣诞快乐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件事情 其实圣诞节是在给谁过生日啊 是在给耶稣过生日 对吗 那我相信大家自己办过生日会 也参加过别人的生日会 那么参加生日会的时候 起码有三个问题我们要问 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这是谁的生日 是吗 你去参加一个人的生日会 但是郑主不知道 这个生日会虽然你玩得很开心 可是失去了那一场生日会的意义了 那我在网上也查一些关于生日会的信息 尤其现在啊 这个孩子的生日party 比这个家长的要隆重的多 但是呢 就是在澳洲也有很多奇葩的事情发生 那有些家长就上网去吐槽 准备了这个几十人的生日趴 结果来了几个人 所以让他们很生气很气愤 所以他们跑到网上去吐槽 那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呢 那过生日这个时代 过生日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了 但是这几个基本的问题我们要问 这是谁的生日 才决定我要不要参加 对吗 那即便他是再厉害的一个人物 跟你没关系 他的生日趴你也不会去参加 所以你要问这是谁的生日 那么既然是某个人的生日 那我们要问了他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这生日愿望通常在什么环节呀 切蛋糕之前是吗 那或者吹蜡烛之前 先这个寿星先许个愿 表达他的愿望 这是生日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吗 甚至于说可以是一个高潮的环节 这个寿星要在这里许愿了 所以呢在生日会中 主角他的生日愿望是重要的 还有什么他快乐吗 对吗 你给他过生日 他却被怼到角落里去 他不快乐 这个生日会算什么 这是谁的快乐呢 所以呢 当我们想到生日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基本想这三个问题 谁的生日 谁的愿望 谁的快乐 如果主角在这里被推到了配角的位置上 这个生日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过圣诞节 就是把耶稣推出去了 尤其在西方社会是吗 西方社会的圣诞节是这样子的 那大家看到整个的 我在这里选出几张图片 在这几张图片 都是关于圣诞节的元素 在这些圣诞节的元素里边 你们发现这里有圣诞节的主角吗 尤其在西方社会呀 大家在努力做一件事情 要过一个与耶稣无关的圣诞节 这是当下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 那么在中国更是厉害了 那其实我想把那段文字拿过来 在网上大家都在传 把圣诞节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联系到一起 所以我们不能过圣诞节 就是变成一种抵我矛盾的事情 那我们在西方是过圣诞节的 可是你也看到 在有的国家拒绝圣诞节 甚至于妖魔化圣诞节 而在有些国家虽然在过圣诞节 却不要圣诞节的主角 那这是在给谁过圣日呢 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在圣诞节的季节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圣诞节是什么 圣诞节呀 是要给耶稣过一个圣日party 是给他开一个圣日party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吧 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读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 凯撒奥古斯都颁布圣旨 要普天下的人登记户籍 这是第一次户籍登记 在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 于是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籍 因约瑟是大魏家族的人 他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 到了大魏之城 就是称为伯利恒的那城 与许配给他的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 那时玛利亚已有身孕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生下了投胎儿子 用布条包着 放在牲口槽里 因为客房里没有地方给他们住 在同一地区 有些牧人露宿野外 夜间看守羊群 主的一位使者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 牧人就非常害怕 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要留心听 我现在传给你们大喜的福音 这喜乐是给予万民的 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诞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将会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 躺在牲口槽里 那就是给你们的标记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出现 与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到天上去了 那些牧人彼此说 主已经让我们知道发生了的事 我们马上往伯利恒去看看这件事吧 于是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玛利亚 约瑟和那躺在牲口槽里的婴孩 他们看见之后 就把天使告诉他们 有关这小孩子的事传开了 好 那从刚刚所读的经文 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圣诞节是谁的圣诞节呀 耶稣的圣诞节 也因此在这个圣诞节 我们应该关注是谁的愿望啊 当然是耶稣的愿望 那耶稣的喜乐也是我们所当关注的 那他的喜乐也正是我们的快乐了 所以当我们彼此说圣诞快乐的时候 作为基督徒 你要知道背后应该有这些属灵的含义 或者说神学的含义在其间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给耶稣过生日party 第一件事情问的 谁的圣诞节 当然是耶稣的圣诞节 那么耶稣的圣诞节 我们就要问了 耶稣是不是在12月25号出生的呀 不是 那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出生的 那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 不知道 那不知道 但是很显然从经文所记 那个时节应该不是冬季 因为12月份在巴勒斯坦属于什么 是冬季 对吗 那么冬季牧人在野外露宿 这里刚刚经文提到是露宿啊 那谈露宿的时候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和冬季应该不太吻合啊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一到七节的经文 在这里就提到了说 在那些日子 就指耶稣降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捕捉到一些的时间点啊 凯撒奥古斯都颁布圣旨 这是罗马帝国啊 就罗马这个国家 这个小国早已经存在了 可是到了奥古斯都 他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君王了啊 所以他呢 当他成为君王之后 他颁布了一道圣旨 什么圣旨呢 叫做人口普查 那今天我们中国是多长时间一次啊 十年对吗 澳洲多长时间 五年是吗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人口普查这件事 那当时奥古斯都他呢也颁布了人口普查令 那他颁布人口普查令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根据他自己的日记 他说是在主前第八年的时候 他曾经颁布这个人口普查令 那在当时你不要用现代的观念啊 现在这个全国人口普查 几个月就完事了对吗 那可是当时代交通不便利 那通讯不便利 其实罗马帝国已经算是交通通讯便利的一个帝国了 有句话叫什么 条条大路通罗马 就是说罗马帝国呀 当时他为了战争的便利 修建这个公路 所以罗马的公路在当时是相当发达的了啊 那即便是公路已经相当发达 可是跟今天还是没办法比的 也因此呢 那个时期呀 要做一场人口普查 是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能够在整个帝国把这个工作做完 那史学家们认为说这一次的人口普查的跨度 大约从公元前八年到公元前二年 大约经过六七年的时间 那这里提到这是第一次户籍登记 什么意思呢 因为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不止一次颁布人口普查令 那所以路加呢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记载 就把时间给我们限定了啊 大约时间 然后又提到了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 也是主前六年到二年 就那段时期 然后主后十四年他又再任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就把时间限定在了主前 就公元前 公元前 耶稣降生大约在 通常学者们认为是公元前六到四年这个期间 所以没有办法很具体的确准啊 总而言之 耶稣降生的具体年份 具体日期不详 但可以确定就在这个主前八到二年期间 然后呢 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提到了 约瑟带着他的未婚妻 也回到了他的主级 伯利恒 要去登记造册 因为在当时啊 像现在这个 已经方便了 这个网络方便了 即便是人口普查 我们不需要回到原集 其实以前中国在人口普查的时候 也有要回原集这个讲法的啊 所以当时他们就是这样 要回到主级去进行登记了 也因此他们就来到了伯利恒 就在这里 玛利亚生下了头胎的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耶稣 那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期 降生在伯利恒 那天使向牧人显现的时候 在同一地区也就在伯利恒 有一些牧羊人露宿野外 那这露宿野外 一说出来 我们就又把时间 就又可以去限定一下 应该不是在冬季 那可能在春季到秋季 这三个季节之间 那夏季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总而言之 我们不确定 但是耶稣降生的地点是明确的 时间不明确 地点是明确的 而且这件事在 无论是罗马的历史 还是犹太古史 都有记载了 因此耶稣基督 他的降生是一个真切的历史事实 而我们今天所用的公元前公元后 这个纪元啊 是以耶稣降生为准的 那为什么说以耶稣降生为准 耶稣不是降生在公元零年呢 那这个就是大家在计算的时候 所出现的一个时间差 就后来学者们以耶稣降生为祭元 去计算的时候 有了这样的时间差 所以后来修正过来 就知道耶稣应该是在公元前降生的 那这正是耶稣基督 给他过生日 我们得了解 他生于何年何月何日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对于耶稣生于何年何月何日 不确定 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大家呢 就一年到头 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日子 为耶稣庆生 大家作为基督徒 很想要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 结果最后大家就统一了 用12月25号这一天来为耶稣庆生 但并不是说这一天就是耶稣的日子 那也有人又反对这个日子说 这天是他们拜太阳神的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邪教的日子 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 这些呢就是都是有一些偏激的想法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年365天啊 你拿出哪一天都有人在过节 对不对 都有人在拜他的假神 那难道我们基督徒就不过日子了吗 所以如果平常的日子我们还是得过 就不要为这某一个日子过于纠结 那大家呢就公认用12月25号这一天为耶稣庆生 我们也就采用这一天就好了 但是对于我们真光教会来讲 我们不会固执于12月25号 我们通常就会在这个临近12月25号的那个主日 我们就过我们的圣诞节了 所以这些并不重要 能明白 那兰姆就英国的散文家呀 兰姆他说一句话 他说假设莎士比亚突然力临此房间 突然力临到我们这儿 那我们大家一定会怎么样 起力恭迎啊对吧 是吧一个重要人物 别说莎士比亚了 就任何一个重要人物 突然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起力恭迎 这个是礼节呀 这个油然而生的一种尊重啊 但是他说了 假设是耶稣基督走进来的话 我们必全体屈膝敬拜 所以在为耶稣基督庆生的日子 你要记得是要以恭敬的心在他的面前屈膝 我们不一定是有形地跪下来 但你的心要在他的面前臣服 这是我们过圣诞节该有的态度 在耶稣面前臣服 所以我们了解了谁的圣诞 是耶稣的圣诞 那我们要了解他的愿望 他的愿望是什么呢 他的愿望是以死代替罪人 使我们进入光明 那第10到12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天使对他们说 今天在大卫城里 为你们诞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将会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 躺在牲口槽里 那就是给你们的标记了 那在这里就提到了 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诞生了什么 救主 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救主 再看马太福音1章20到21节来读 主的一位天使忽然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迎娶你的妻子玛利亚 因为他所怀的身孕是由圣灵而来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 所以这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 简单来说是救主 说明白一点 这里天使告诉我们 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最终拯救出来 他自己的子民是谁 就是你和我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子民 不单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 全人类都是他的子民 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 他爱我们 他不愿意我们继续沉沦在罪中 他愿意向我们发出拯救 那么他如何来拯救我们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 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他如何拯救我们呢 就是他以无罪之身要在十字架上背负你我的罪恶而死 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义 怎么说呢 这个就好比是压在我们肩头的罪蛋 我们每一个人啊 在母腹中就有了罪 我们出生就开始犯罪 这一生我们犯许许多多的罪 年龄越大 这个罪的担子越重 我们每个人都身悲罪但艰难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也要为着这个罪承担刑罚 所以圣经上说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有意思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犯罪一生赚来的报酬叫死亡 但是并不是死了就结束了 而是死后且有审判 因为神是公义的 他要追究我们生前所犯的这些罪 所以这些罪不解决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为着这些罪向神交账 好了 现在上帝的旨意 是让耶稣这一位没有罪的 在十字架上替你替我的罪而死 所以当你我这样的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我的罪怎么才能够归给耶稣呢 耶稣为我的罪死 但我的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被解决 我必须有态度 我的态度就是相信 当我相信 首先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想背这个罪的担子了 我也不想背着这个罪的担子 去面对神向他交账 我想要把这个担子拿下去 现在神说我亲自替你拿下去 怎么拿下去 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替我的罪而死 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而死 我说主耶稣啊 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 当我从心里说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的时候 我的这个罪弹就归在他身上了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替我的罪而死 而我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义 所谓的成为神的义 就是成为一个被神认可的无罪之人 所以神现在就要宣判你无罪释放 我们今天有两位姐妹 易建民姐妹和王立真姐妹 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那么他们不是今天才领受救恩 但是他们在听闻福音相信的那一刻 他的罪弹就已经归给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他们信了耶稣 而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 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 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是被神称为义的人 被神算作无罪之人 或者说被神这位法官在法庭上宣判 无罪释放之人 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再是背着罪弹 活在上帝面前 这一切的罪弹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 已经归给耶稣 而且这些罪都被销毁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 那些曾经犯过错 或者说曾经犯过罪的人 对于他们以后的余生 最麻烦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麻烦的一件事 不是他们已经为自己的罪 受到了该有的刑罚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为自己的罪 已经受过了该有的刑罚 而最麻烦的那件事叫做案底 无论你为这个罪 你服了几年的刑罚 你在你的档案里有一个东西叫案底 这个案底会跟你一生 永远提醒你 你曾经犯过什么罪 我认识一个曾经吸毒 然后也服刑不再吸毒的一个人士 他不能跨省活动的 因为当他跨省的时候 到了那个省界 他自己告诉我 他过了那个交通站的时候 大巴就得叫停了 就是在他买票上车的时候 他途经的几个省都已经接到通知了 一过那个交通站 大巴停下来先给他做尿检 全车人都停下来等他 确定他没有带毒 才可以继续前行 一辈子 这是这个世界的道理 但是在基督里 上帝当你把你的罪归给耶稣的时候 你诚心地交给耶稣的时候 他赦免你的罪 这一切销毁了 不再纪念了 没有案底了 这是在基督里 我们所得到的赦罪的恩典 耶稣的盼望 是让我们活在光明之中 他不是让我们继续活在 罪的羞耻感中 罪的控诉之中 罪的一切的控诉 一切的羞耻感 他都为我们拿走了 现在在神的面前 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 跟你的过去一刀两断 彻底结晴 就在你信的那一刻 这是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 这是耶稣在他的生日会上 他的愿望 他愿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 活在光明之中 那么当年在1885年的时候 英国建桥有七位非常有名的大学生 他们被称为建桥七节 那当时他们受戴德生的影响 毕业后到中国宣教具体的不讲 那么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施达德 他说过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 并且为我而死 我为他做任何牺牲都不觉太大 这是一个被耶稣救赎的人 他的生命的见证 他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 他放弃了在世界上世人所认为的 光明的前途去做一个宣教士 先到中国后来去到印度 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那些失丧的灵魂 希望把耶稣介绍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 而且为我死 这个爱 这份感动激励他 愿意把他的生命也为别人摆上 所以这正是耶稣基督 他的生日愿望 就是他要借着死来代替罪人受刑 使我们进入光明 活在光明之中 盼望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我很深深地盼望 你能够被耶稣这一份的愿望 他为你而死 他要领你进入光明的愿望所感动 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那么在他的生日会上 耶稣要的喜乐是什么呢 他想要的喜乐是神得荣耀 人得平安 这也是在当时野地的牧羊人 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这是多么令人惊恐害怕的事情 当时主的荣光四围照射着他们 天使突然显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惧怕的时候 天使说不要害怕留心听 听什么 听的就是大喜的信息 是给万民的大喜的信息 不是只给这些牧人的 是给天下万民的 也因此圣诞节不只是基督徒过的节日 圣诞节是天下万民都应该过的节日 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大喜的信息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 天使安慰这些在惊恐惧怕中的牧羊人 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天使的突然显现而惊恐惧怕 另一方面 其实这种的害怕不也正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吗 这些牧人为什么要在野外露树啊 因为他们是牧羊人 因为在野外经常有什么 有豺狼出没 这些豺狼是谁的劲敌啊 是羊群的天敌 对吗 所以他们要跟羊在一起守护着他们的羊 所以其实没有天使显现他们也是惊恐的 他们的生活常态就是惊恐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圣经上说作恶人无人追赶 心里也是恐惧害怕的 活在罪中的人 我们心中总有莫名的说不出来的恐慌 不信耶稣的人做噩梦的几率总是很高 不是吗 莫名其妙就有噩梦产生了 而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有做噩梦的时候 当然也会 但是几率会很低 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 所以天使跟牧人讲了 关于耶稣降生的信息之后 就又有一大队天兵出现 跟那位天使一起赞美神 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快乐也在天使的战歌之中 天使的战歌告诉我们至高之处荣耀归神 地上平安归人 平安归什么人 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 什么人是他所喜悦的人 我问一下大家 什么人是他所喜悦的人 基督徒是他所喜悦的人 只有基督徒是他所喜悦的人吗 所有人 对不对 所有人都是他所喜悦的人 他的愿望 所以这是他的愿望 这也是他的喜乐 他期盼 他期盼所有地上的人 都能够享受从他而来的平安 赦罪的平安 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平安 不受环境所影响的平安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喜乐 当人在地上的平安 神在天上的荣耀 这是他的喜乐 那么刚刚我们也看了经文 天使说这个喜乐 不只是关于耶稣的 也是关于地上万民的 那么地上的万民 首先我们说罪人 对吗 圣诞节的日子 我们来参加耶稣的生日party 罪人也快乐 罪人快乐 快乐于什么 快乐于我们罪得赦免 天人合一 还是这个经文 10到12节 我们再读一下 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留心听 我现在传给你们大喜的福音 这福音是给予万民的 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诞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将会找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 躺在牲口草里 那就是给你们的标记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罪人的快乐在于什么 大喜的福音 是给万民的 给地上一切 在罪恶之中的 我们的福音就在于 救主为我们降生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拯救 他是我们一切的罪恶 得到赦免 以福所述一章七节再来读 我们在爱子里 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 过犯得到赦免 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 神以丰盛的恩典 让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而死 他的保险 能够洗净 能够赦免 能够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恶 而且使我们与神和好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十九节来读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 并且把这和好的执事赐给我们 这就是说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 不追究他们的过犯 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 所以罪人的喜乐就在于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 而且这个赦免是什么 不追究的赦免 这是多么大的福气 我们不单是不追究 而且是我们与神和好 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 我们追溯我们的先祖 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所追求的 就是人与天与上天的一个联合 与那一位有位有位格的天紧密相连 而这样紧密相连的诉求 在哪里才能够实现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让我们实现 唯有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实现天人相合的那一位 我们与上帝和好 全赖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是耶稣基督的圣诞节 不单他自己快乐 他盼望罪人和他一同喜乐 那不但罪人跟他一同喜乐 我们这些蒙了恩的圣徒 那我们原本是罪人获得了赦罪的恩典 现在我们有了新的身份 是圣徒的身份 那么作为圣徒 我们要享受耶稣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什么呢 是新人生 新方向 还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来读 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到天上去了 那些牧人彼此说 主已经让我们知道发生了的事 我们马上往伯利行去看看这件事吧 于是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玛利亚 约瑟和那躺在牲口草里的婴孩 他们看见之后 就把天使告诉他们有关这小孩子的事传开了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第一批朝圣者就是这群牧羊人 这群在野外露宿的牧羊人 如果我们人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话 那这些牧羊人算是下等人 但是他们却被上帝所抬举 成为第一批朝见耶稣的人 而他们朝见耶稣之后 他们就获得了新的生命 他们就在信心当中获得了新生命 而且他们也有了新的方向 他们原本是牧羊人 现在成了什么人 成了传道的人 对不对 原本是牧羊人 现在成了传道的人 去传播耶稣降生的好消息 直到今天我们正继承着 这群牧羊人所做的功 依然去在基督里享受这一份 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喜乐 那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来读 所以在这一节经文 保罗让我们看到 如果人在基督里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你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 那么你应该知道 你现在的生命不同了 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你有了新生命 也就有了新人生 而且旧事已经过去 已变成新的了 你跟过去的那个你 犯罪的你 败坏的你 羞耻的你 被人轻视的你 自卑的你 已经了结了 你跟过去的那个你 已经结束了 现在你在基督里 要过新的人生了 有了新的人生方向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那我们新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 还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 保罗让我们看见的 我们一起读 因此我们就是代表基督的特使 神借着我们劝勉你们 我们代表基督请求你们 与神和好吧 所以作为蒙恩的圣徒 我们现在的新方向是什么呢 是劝人与神和好 劝人与神和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蒙恩的圣徒 我们有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 什么身份啊 代表基督的特使 代表基督的特使 所以我们是代表基督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大的使命 就是劝人与神和好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也都有一种使命 去承担世界上的一些的职分 一些的工作 可是最大的使命是劝人与神和好 这是所有基督徒 首先要追求的人生方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你是做一个老板也好 你做一个工人也好 或者说你是做一个学者也好 或者你做一个政客也好 无论你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身份 那都是你的第二职业 而你的本业 基督徒的本业 乃是基督的特使 我们的本分是劝人与神和好 让他和我们一起领受着生命之恩 这正是在圣诞节的日子 我们要思考的是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 我们要给耶稣过一个生日party 我们要了解他是主角 他的圣诞节可以在任何一天 不是非要在12月25号 我们也不用纠结 一定不在12月25号为耶稣庆生 能明白吗 所以对于日子不纠结 对于耶稣的愿望 你要放在心上 他的愿望就是 他生就是为了死 代替罪人受罚 把我们从黑暗引向光明 他的快乐就是神得荣耀 人得平安 而因着他的这份喜乐 罪人与他同乐 那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 与神和好 享受天人真正的合一 作为蒙恩的圣徒 我们与耶稣同乐 要知道我们今天有了新的人生 新的方向 我们竟然是基督的特使 活在这个世界上 去劝人与神和好 如何与神和好 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愿天父来赐福 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再一次兼顾我们的信心 也让每一个第一次来的 也被耶稣的这份愿望和他所成就的厚恩 所感动 相信救主耶稣基督 最后呢 跟大家看一段的小视频 关于平安夜的一个真实的 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故事 可以播放 李根总统擅讲故事 在纪念二战胜利四十周年时 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 让听众动容 1944年末 德军大势已去 希特勒垂死挣扎 在圣诞节前发动阿登战役 突袭盟军 双方在暴风雪中激战 伤亡惨重 战场附近森林里 有间狩猎的小屋 一位德国妇女伊丽莎白·维肯 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佛瑞斯 躲在那里 圣诞夜大雪封山 有人敲门 是三名美国士兵 因迷路在森林里徘徊了三天三夜 饥寒交迫 请求进屋取暖 伊丽莎白不懂英语 但能用法语和一名美国兵沟通 犹豫一阵后 请他们进屋 他先把一位负重上的士兵 安置在床上 又让儿子把家里养的一只鸡杀了 再多拿些土豆做圣诞晚餐 气氛刚刚缓和下来 又有人敲门 来了四名德国兵 也要结束 开门的小弗瑞斯吓坏了 因纳粹规定 收留敌军者 格杀勿论 伊丽莎白对领头的德国兵说 圣诞快乐 接着震静地说 欢迎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 但屋里边有客人 不是你们的朋友 希望你们能包容他们 德军警惕地问 是美国人吗 伊丽莎白回答 是的 今天是圣诞夜 谁也不准动武 请将武器放在门外 德国兵咬着牙死盯着伊丽莎白 最后还是放下了武器走进屋 仇敌相见 美国兵拉尔夫立刻拔枪 伊丽莎白挡住说 今晚是平安夜 不准杀戮 把枪给我 她拿走枪 安排双方坐下 屋子狭小 士兵们紧张地挤在一起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伊丽莎白一边与他们说话 一边做饭 卢火的温暖 主人的热情 让双方松弛下来 美国兵请德国兵抽烟 德国兵拿出红酒和面包 分给大家 有个会说英语的德国兵 曾使医学生 她拿出急酒包 为美国兵处理伤口 英语 德语 法语混成一片 喷香的晚餐 摆上风 伊丽莎白含着眼泪 祷告说 感谢主的恩典 让大家能在战争中 和平地共聚于世 在圣诞夜 我们承诺不分敌我 友好相处 分享这并不丰盛的晚餐 我们祈祷尽早结束可怕的战争 让大家都能平安回家 士兵们泪流满面 祷告深深打动他们 忘掉面前的仇敌 心思飞回家乡 渴望和平 耳边仿佛听到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温暖的小屋里 七名士兵舒适地度过了平安夜 清晨 德国兵用地图提醒美国兵附近的德军位置 双方握手告别 弗雷斯长大后移民美国 他写出了这段经历在杂志上发表 电视台播出这个故事后 一家养老院打来电话说 二战老兵拉尔夫 多年来也在讲同样的故事 他们又见面了 拉尔夫对弗雷斯说 你母亲救了我们的命 里根总统说 善一定会压到恶 自由一定会压到极权 这个故事我们要反复讲 构建和平的故事 永远听不够 伊丽莎白的勇气和智慧 来自耶稣的打爱 一生圣诞快乐 唤醒了双方内心深处的良善 化干戈为玉帛 超越了敌友 超越了种族 超越了国家 和平年代 人群中也少不了纷争 圣经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在铺天同庆的欢乐时刻 我们都能做一点 使人和睦的事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是的 这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成就的平安 所以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思考 在圣诞节我们要知道 这是为耶稣庆生的日子 所以祂的愿望 祂的喜乐 也应该是我们的愿望和喜乐 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平安夜》 《平安夜》 圣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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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烧天真 静香天赐而眠 静香天赐而眠 平安夜 深山夜 无恙人 在狂言 忽然看见了 天上光滑 听见天君长 爬的路牙 救出几夜江山 救出几夜江山 平安夜 深山夜 神自爱 光交接 旧树红暗地 黎明来到 神荣发出来 荣光苦涨 耶稣我住江山 耶稣我住江山 平安夜 深山夜 是的 亲爱的阿爸父神 只有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才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只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背负世人的罪孽而死 才使我们这些罪人 与父神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和好 父啊 我们谢谢你 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 你为我们成就了如此奇妙的山功 让我们这些原本背着罪但 毫无指望的罪人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有了新生的盼望 我们不单得享赦罪的平安 我们也开始有了新的人生方向 而且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被罪恶所奴役 乃是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目标 作为耶稣基督的特使 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 我们也愿意把这份爱 把这份平安继续传递出去 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身手中 愿你的灵在每个人心里做感动的工作 你的爱做吸引的工作 你只有你的爱吸引人 你的灵感动人的时候 人心才愿意谦卑地归信于你 愿天父此时此刻 你将得救的恩典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无论在现场的 无论在线上的 无论在墨尔本或者是在国内的 父啊 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 愿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 我们的心都被你所得着 让我们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庆生 去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愿望和喜乐 愿天父你就亲自赐福保守我们众人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